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太部主任克里希纳·斯里尼瓦桑在有关亚太地区经济展望的媒体吹风会上预测,今年韩国经济将在半导体出口的推动下实现增长。 斯里尼瓦桑表示,全球对高阶半导体的强劲需求将有力助推韩国出口回升,内需也会逐渐恢复。 通统方面,斯里尼瓦桑说,韩国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通胀率依然高于目标值,这主要是因为服务价格持续承压,从而推高通胀率。 对应的,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产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,根据驻新加坡台北代表处发布最新一期,2023年台湾与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回顾,报告,在晶圆代工和机体电路IC封装测试方面,2023年台湾均位居第一。 报告称,台积电在全球半导体晶圆代工市场上保持优势地位,其产值知识占率从2022年的55.4%,提升至2023年的58.9%,并在2023年第四季达到61.2%的历史高峰。 报告指出,而在全球晶圆代工方面,台湾产值为800亿美元,占全球77.9%,这其中不包括整合元件制造商。 在IC封装测试方面,台湾产值达到187亿美元,占全球产值的52.6%,此外,台湾在IC设计之产值为352亿美元,占全球21.3%,名列第二。 报告称,台湾居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关键地位,欢迎新加坡与各国半导体厂商到台湾投资合作。 另外,台湾行政院与台积电达成共识,波蒂嘉义泰宝科学园区给台积电,兴建六座新厂,主要以CoOS先进封装扩产,先建两座厂。 AI晶片和高效能运算HPC晶片带动了对于CoOS先进封装的需求。 台积电自2023年7月开始积极调整CoOS产能,逐步扩充并稳定量产。 2023年12月台积电CoOS月产能增加到1.4万至1.5万片,今年第四季可大幅扩充到3.3万至3.5万片。 不过,即使台积电积极扩产,依旧供不应求。 GPU大厂回答GTC2024大会将公布新一代数据中心AI晶片H200,预计第二季度上市。 不仅H200本身需要CoOS产能,其配套的HBM也需要CoOS产能。 因此,台积电先进封装产能还是会供不应求,持续扩产仍是台积电之后经营重点。 一个月前,刚刚宣布量产新一代HBM3E高频宽存储晶片的灰达供应商SK海力士,现在又朝着下一代产品卖出崭新征程。 众所周知,高频宽记忆体High Bandwidth Memory是为了解决传统DDR记忆体的频宽,不足以应对高效能运算需求而开发。 通过堆叠记忆体,晶片和通过系通孔TSV连接这些晶片,从而显著提高记忆体频宽。 SK海力士在2013年首次宣布HBM技术开发成功,后来被称为HBM1的。 晶片通过AMD的Radeon R9 Fury显示卡首次登陆市场。 后续,HBM家族又先后迎来HBM2、HBM2E、HBM3和HBM3E。 SK海力士介绍称,HBM3E带来了10%的散热改进,同时数据处理能力也达到每秒1.18T的水平。 技术的迭代也带来了参数的翻倍。 举例而言,根据辉答官方的规格参数表,H100产品主要搭载的是80G的HBM3,而使用HBM3E的H200产品,记忆体容量则达到几乎翻倍的141G。 现在,这家韩国存储晶片大厂SK海力士宣布,近期已与晶圆代工大厂台积电签署了一份量解备忘录帽。 双方将合作生产下一代,HBM,并通过先进的封装技术提高逻辑和HBM的集成度。 SK海力士计划通过这一举措着手开发将于2026年开始量产的HBM4,及HBM系列的第六代产品。 据介绍,SK海力士与台积电将首先致力于针对搭载于HBM封装内最底层的基础裸片BASE DAI进行效能改善。 HBM是将多个D-RAM裸片Code DAI对叠在基础裸片上,并通过TSV技术进行垂直连接而成。 基础裸片也连接至GPU,发挥对HBM进行控制的作用。 SK海力士表示,以往的HBM产品,包括HBM3E第五代HBM产品,都是采用公司自家制成技术来制造的基础裸片。 但从HBM4产品开始,计划采用台积电的先进裸机、Logic制成技术,借由基础裸片采用超细微制成来增加更多的功能。 由此,公司计划生产在效能和功效等方面,更广地满足客户需求的客制化Customized HBM产品。 另外,SK海力士与台积电的合作,双方将协力优化SK海力士的HBM产品和台积电的CoOS技术融合,共同应对HBM相关客户的要求。 通过与台积电的合作,SK海力士计划于2026年开始大规模生产HBM4晶片。 作为辉达的主要供应商,海力士正在向AI龙头提供HBM3晶片,今年开始交付HBM3E晶片。 对于台积电而言,AI伺服器也是在消费电子疲软,汽车需求下降的当下,维持公司业绩的最强劲驱动野素。 台积电预计2024财年的总资本支出,大约在280亿至320亿美元之间,约有10%投资于先进封装能力。 根据公开市场能够找得到的讯息,目前国际大厂里只有SK海力士、美光科技和三星电子有能力生产与H100这类AI运算系统搭配的HBM晶片。 而眼下,这三家正隔着太平洋,展开激烈的竞争。 大概比SK海力士早大半个月,美光科技也在今年宣布开始量产HBM3E晶片。 今年2月,正在加紧扩展HBM产能的三星,也发布了业界容量最大的36GHBM3E12H晶片。 辉达三月表示,正在对三星的晶片进行资格认证,以用于AI伺服器产品。 研究机构Trendforce估算,2024年的HBM市场里,SK海力士能够占到52.5%的份额,三星和美光则占42.4%和5.1%。 另外,在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行业内,HBM的收入份额在2023年超过8%,预计在2024年能达到20%。 对于SK海力士与台积电合作一事,普华永道高科技行业研究中心主任Allen Chang认为是明智的举措。 他表示,台积电几乎拥有所有开发尖端AI晶片的关键客户,进一步加深伙伴关系,意味着海力士能吸引更多的客户使用该公司的HBM产品。 SK海力士则表示,公司作为AI应用的记忆体领域的领先者,与全球顶级罗机代工厂台积电携手合作,将会继续引领HBM技术创新。 通过以构建IC设计厂、晶圆代工厂、记忆体工厂、三方技术合作的方式,公司将实现记忆体产品效能的新突破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、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